今天就預備做一個魚鬆炒白瓜 裡面我就加了半個洋蔥 這裡有70g左右的菜泡絲 我出去切成絲 浸了十幾二十分鐘 現在在瀝水 這個做法很簡單 煎熟了一些魚肉 然後把菜泡絲爆香之後 炒一些瓜 然後混在一起就完成了 可能大家都覺得這陣子 經常都用魚鬆來做一個食材 因為現在非洲豬粉的關係 導致豬肉和牛肉都很貴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 體待品的食材去煮一些日常的家常菜 希望大家喜歡或者不喜歡都不喜歡 待會再炒一鍋炒的時候 就跟大家繼續 一開始炒魚鬆白瓜 炒之前我會先把菜泡絲白鍋炒 這個好處就是 它有一點鹹 還有再炒到乾身之後 一會兒再配一些白瓜去炒 它吸氣的味道就會 我覺得比較好吃 因為你浸完水之後 那些水在裡面 它吸不到 一會兒炒瓜的味道 就... 簡單來說 這個白鍋炒很簡單 你也要炒幾兩分鐘就完成了 好 待會我炒完之後 接著就開始煎魚肉的時候再繼續 炒完這個菜泡絲 之後呢 鍋子的鹽已經清潔了 一加兩湯匙的油 開始來煎魚鬆 再煎魚鬆 一樣用這個中慢火慢慢煎 其實所謂慢慢煎也是很快的 因為時間不需要太久 現在已經煎第二面了 一樣的步驟 都不太急 還是慢慢煎 那現在再反轉呢 已經是全部金黃色了 那我就現在炒起魚肉 然後再和大家繼續 炒起魚肉 然後現在呢 就熱回鍋 一樣用回鍋 我呢 就會先爆些洋蔥 然後炒起洋蔥再爆些瓜 炒起洋蔥 炒起洋蔥 然後再放在一起呢 我呢 保持洋蔥的爽甜度 那呢 純粹是我個人吃法 如果你喜歡軟 你可以把骨子拌在一起 也可以 好了 我炒起洋蔥再繼續 好了 現在鍋子熱了 那我們呢 就轉回中慢火先 然後呢 就放大約一瓶湯匙的油 也不用太多的 然後倒一些白瓜 下去爆一爆去 爆一爆之後呢 接著呢 我預備了少少的湯汁 那這裡呢 就有兩湯匙的清雞湯 和一湯匙的水 那倒下去 那接著呢 就蓋上蓋 煮去 三分鐘呢 三分鐘夠了 因為這些瓜這麼薄 切到 那我們蓋上蓋子煮三分鐘 待會再繼續 好了三分鐘過了 那把菜肚啊 那些魚肉啊那些呢 就全部放進去回鍋 那我們一拌均勻 差不多大致完成了 試一下味道 我覺得夠味道了 因為待會兒吃的時候 你會夾著一些菜肚絲 不需要太鹹的 因為如果你弄到瓜太鹹 你會吃的時候 就比較過鹹 OK 那我拌一下氣 再繼續 好了 這也是一個家常的瓜菜的分享 簡單易做 也不算貴的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好嗎 謝謝 那些記憶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